第12題下列有關酸鹼鹽的敘述何者錯誤 選項A 酸與大理石作用可以產生二氧化碳 這個是對的 大理石是碳酸鈣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選項A是對的 選項B 酸與鎂帶反應可以產生氫氣 這個是對的 鎂是活性大的金屬 酸跟活性大的金屬作用會產生氫氣 選項B是對的 選項C 鹼具有滑膩感可以溶解油脂 這個是對的 這是老師上課講過我們減的通信叫做 摸起來有滑膩感 藏起來有色味可以溶解脂肪油脂 所以選項C是對的 選項株 鹽類容易必為中性 這是錯的 我們上課教過溶與水成中性的鹽類 比如說氯化鈉 也教過溶與水會成鹼性的鹽類 比如說碳酸鈉跟碳酸氢鈉 所以選項株說 鹽類容易必為中性是錯的 第12題我們說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鹽類容易必為中性 FBGM 再加多的 FBGM 再加多的 FBGM 再加多的 感谢观看